在那遙遠 緊緊地下屋裡呢 是我的故鄉 記憶的童年 我們常常擁在 山間西湖中 我剛接觸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任何感覺的 有一次我到台中 台中那邊也有一個磁場 有一些東西其實是被啟動 只是那時候自己還是一樣 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我有一次也是 幾個世界在幫我做大一首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一個森檀 然後很綠 其實它是很穩定的森檀 可是那種感覺很奇怪 那個老師就說 阿布你應該要相信 其實在你的內在裡面 有一個很慈悲的老靈魂 我覺得那陣子跟大愛光 我們就也會去營去做 不是營去那時候還沒有在營去 其實在廟啊 然後寺啊 然後什麼宮 我們會去做大愛手的時候 其實大家會被那個溫暖的光是 會被安定下來 你知道原住民說那個按摩嗎 或是什麼 剛開始原住民都很害怕 雖然大家很焦慮 可是一次兩次 大家就都會是在那個 陪伴的時候會覺得很溫暖 然後會有一些釋放 然後會覺得很집